聚焦国际热点追踪实施动态 欢迎来到环球观察室 我是雪丹 经历了半年多的酝酿 美国商务部日前宣布 正式启动根据53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 制定的对半导体制造业补贴的申请程序 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针对获得补贴企业的要求细则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这些细则是旨在推进拜登政府的一些优先事项 特别是拜登提出的重建更美好家园法案 无法兑现承诺的时候 美国政府想要将这些无法实现的社会政策 藉由芯片法案来予以落实 这些相关政策是什么呢 首先是对于获得超过1.5亿美元 直接资助的芯片制造商 他们必须与美国政府分享其超额利润 而且企业不得使用联邦补贴来支付股息 或者是回购股票 其次呢 申请补贴的企业需要为其员工和建设工厂的建筑工人 提供可负担的儿童保育服务 可以说芯片法案明面上是打着 对抗崛起的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大旗拉拢共和党 但实际上是在为拜登无法兑现竞选承诺而买单 追根究底呢 还是为了达到拿到选票的政治目的 以美国政客的眼光实在是很难确定 他们真的能够推动芯片法案落实 打造一条全新的半导体产业链吗 更何况过去几十年 美国一直推行的海外扩张策略 让美国制造业已经被掏空了 直到社会经济遭到反时 才意识到需要掉头 但是像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这种 颠覆美国以往贸易政策的保护主义法案 真的能够重新打造产业链 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吗 本期节目呢 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 美国促进产业回流的理想 能不能成为现实 根据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芯片法案 拨款计划 从6月下旬开始将接受补贴申请 众所周知 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一样 补贴力度呢 还是不错的 将为建设芯片工厂的企业 提供25%的投资税收抵免 总价值呢 估计约为240亿美元 不过大家都知道 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政府的补贴呢 也从来都不是免费的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计划细则 寻求补贴的公司 需要为其员工和建设工厂的建筑工人 提供托儿服务 然而美国的现实情况却是 参与儿童保育工作的劳动力 比新冠疫情前减少了近6万人 寻找儿童保育员和管理人员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可能比寻找建造和运营工厂的工人更难 而且呢 并不是任何儿童保育都符合商务部的规定 芯片制造商呢 将不得不与社区利益相关者一起制定 儿童保育计划 包括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具有儿童管理保育专业知识的地方团体 这就意味着工会和进步组织也将参与到其中 而芯片制造商呢 将不得不增加自己建厂的投资成本 此外呢 芯片制造商还必须向建筑工人支付工会设定的现行工资 而且商务部还强烈鼓励 实际上呢 就是要求厂商使用性母劳动协议 这个协议呢 赋予了工会决定所有工人工资福利和工作规则的权利 这就意味着工会在这些企业面前更有话语权 甚至能够决定企业发展的进程 这些获得补贴的公司还需要遵守政府的好工作原则 也就是保证为全职和兼职员工 提供促进经济安全和流动性的家庭维持福利 包括带薪休假和护理援助 新铁制造商呢 还必须在他们的补贴申请中阐述 他们是如何计划提供全方位服务 以支持那些来自服务部族和经济弱势社区的员工 比如成人护理啊 交通援助啊 或者是住房援助等等 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 政府正在通过企业补贴政策 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该报社的编辑部直接发表评论称 拜登政府正在利用半导体补贴来实施 重建更美好家园法案中 无法实现的大部分社会政策 而我们呢 正在了解美国半导体公司和其他公司 在拜登总统的产业政策上 签下名字要付出的代价 他们呢将成为进步社会政策的契约仆人 商务部还要求获得超过1.5亿美元 直接资助的芯片制造商 与美国政府分享其超额利润 也就是超出企业预期的现金流 或者是收益 要跟美国政府来分成 而且呢 企业不得使用联邦补贴来支付股息 或者是回购股票 华尔街日报指出 这些政策增加了补贴收益者的成本 并降低了他们的财务灵活性 因而呢 会减少芯片法案对公司的吸引力 但缺乏参与呢 势必也会破坏芯片法案的目标 美国政府设立的这一系列 获得补贴的条件 对于那些在过去几十年来 受美国自由贸易政策支持 向海外 尤其是廉价劳动力集中的亚洲扩张 以获得暴力的企业来说 看上去就像是霸王条款 要知道芯片制造业 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密集型产业 不仅需要大量的化学品 还需要有充足的电力和水资源 来支持生产 根据芯片大厂台积电 此前发布过的报告 该公司呢 全年生产用电能够达到169亿度 超过了整个台北市的用电量 而半导体生产过程中 因为不能掺杂任何杂质 必须使用超纯净水 这就需要更多的水资源 来生成纯水 统计显示 台积电一年的用水量 相当于7.9万个奥运游泳池的容量 一家晶圆厂呢 每天就能消耗掉约1.5万立方米的水 2021年时 台湾遭遇了严重的干旱 为了保证台积电的用水 台湾当局甚至停止了农业耕种和灌溉 以牺牲农户为代价 支持芯片企业的生产 这样的做法 恐怕美国政府是不敢尝试的吧 除了用水和用电的问题 废弃物排放也会给芯片工厂所在地 带来环境污染 过去美国致力于将制造业向海外转移 其中呢 不乏是保护环境的考虑 像轻工业生产 电子设备加工这一类资源密集性能产业 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而美国呢 则是以牺牲他国环境为代价 依靠资本的力量 换取了贸易活动中的优势地位 今天呢 美国想要让制造业回流 重新将生产加工装配一条龙的流水线 握在自己的手里 就势必要承受得住 可能带来的环境牺牲 但这却是与拜登政府致力于 推动的气候一成相悖的 当企业的厂房建起来之后 真正要投产时 恐怕面临的就是 更为严苛的环境限制了 在资源和环境污染之外 用人问题也是芯片企业 以及拜登政府 极力拉拢的新能源企业 在美设厂的一大障碍 不论是芯片生产 还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生产 都需要接触非常精密的制造仪器 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加工任务 都是外包给位于美国之外的 代工厂制作的 美国没有熟悉流水线的技术工人 甚至美国人庞大的体格 可能都无法胜任加工任务 日本的松下公司跟特斯拉 一起在内华达州建设了一家 为特斯拉供应电池的超级工厂 负责该工厂电池业务的 松下电动汽车负责人 高本康明就直言 他们低估了电池生产 转移到传统中心 东亚之外的难度 他指出美国工人的手 有时候太大了 无法有效操作 亚洲制造的机器 而要培训 没有电池生产经验的工人 以及为他们调整设备 和生产流程等问题 直接将他们提高产量的预期 推迟了一两年 想要争取美国政府补贴的企业 一边面临着各种先决条件的限制 一边面临着建设新厂成本翻倍的挑战 但毕竟这笔专门用于芯片工厂建设的 390亿美元 可是超过美国过去 在任何特定产业的工业补贴 要说不心动呢 那可能是假的 但是拿到了这份补贴 未必不是一个烫手山芋 为了打赢跟中国的芯片之战 美国商务部要求获得资助的芯片企业 必须签订协议 承诺十年内不会再受关注国家 扩大半导体制造能力 如果这些公司在痴情的情况下 与引起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的海外实体 进行任何联合研究或者是技术许可工作 则必须退还它收到的所有资金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这所谓的受关注国家就是中国 美国政府要确保这些补贴资金 满足其对抗中国技术进步的国家安全目标 然而中国却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芯片企业就不得不面临是要补贴 还是要市场的两难抉择 如果说美国在过去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 如今它已经彻头彻尾的成了自由贸易的反对者 不论是通胀削减法案 还是芯片与科学法案 都是由政府主导的 具有排他性的产业政策 尽管美国为支持特定行业而进行干预的历史由来已久 从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保护美国制造商与英国竞争开始 美国就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但从20世纪下半叶到千禧年之后 美国是全球自由贸易最大的受益者 由于其经济风险被全球分担 美国可以说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中国的崛起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 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冲击 让美国加速向贸易保护主义转向 从特朗普发起中美贸易战 到今天拜登政府不断出台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 美国希望全球资源流向本土的同时 又想关闭国际贸易的大门 这种自相矛盾的利己主义 真的能够促进美国的强大吗 在特朗普敦促下 宣布在威斯康星州建立平板显示器工厂的富士康 到现在也还没把工厂建起来 保护美国钢铁和铝的关税政策 结果是让美国的钢铁价格上涨 由美国消费者最后来买单 夹带私货的芯片法案 会给厂商和美国民众带来怎样的回报呢 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 本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关注并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 隔TV频道 或许更多精彩内容 咱们下期见